是悠悠吗 是不是悠悠啊 是 你好 悠悠 你在这儿弹什么呢 茉莉花 茉莉花啊 听说你爸爸 今天要给你做好吃的 告诉你了吗 没有 没告诉你啊 完了 我是不是提前 把这个惊喜给透露了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还练着琴啊 今天不放假吗 我爸爸让我在这块店 一会儿他要检查 要检查呀 那我知道了 肯定是看他练得好不好 然后给他奖励 干嘛呢 所有坏话呢 爸爸回来了 老伴 看爸爸买好多好吃的 今天给你露上两手 平时这个工作忙 很少在家里做顿饭 尤其孩子想吃点什么 更难了 平时都给别人家 去送温暖 今天给你做一顿饭好不好 好 我这绝对是借光了 太好 借你的光了 悠悠 那咱们就去吃你爸爸用百分之二百的这种爱心做的这顿打菜好不好 来 走吧 走吧 走进来 今天呢做几道他非常喜欢吃的菜 这个非常丰富 有海鲜啊 有肉类的 今天就是好好补偿补偿的 好 第一道补偿菜是什么 咱们来个鱼 来个纸包黄花鱼 咱先去塞和内障 知道 插进去 这个你都知道啊 经常这个爸爸不在家坐在电视上看过 这时候黄玉不破肚是吗 对 咱们要从这个位置 你看从这个位置 要稍稍来这么一刀 剩下一开始 然后脚 转脚 用力 砍着筷子 我也想试一试 你也想试一试 这个你别试了 还有点血腥 等你再长大一点 你就可以给爸爸妈妈做饭了 这样呢 我们把它的腮和内障 都这个搅出来 基本上你看这个 糖已经瘪了 瘪了 而且这个腮呢 非常的干净 咱清洗一下 现在呢 咱们要改刀 这个改刀呢 其实很关键 这个鱼的做法呢 特别在哪呢 非常的入味 而且呢 这个改刀呢 一定要这个伸至这个贴骨 刀口要伸 就是我们说的 切到那个大刺那儿 没错 你看这个 切得非常伸 嗯 知道 这个回过来还是知道 咱们来个叫十字花刀 嗯 但都要伸是吧 对 以前就是十字花刀 改完刀之后呢 咱们现在 给它这个腌制一下 来点盐 入点底口 这个盐应该很容易 就吃进鱼肉里面了 因为改好了这个花刀 好 料酒 来两勺 一锅酒腥味 这个酒腥味不对了 这叫酒香味 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 充分的给它按摩 是 为什么要按摩呢 按摩 让这个盐呢 能够充分的进去啊 通过我这个给它的按摩 这个盐呢 能够迅速的这个吃进这个 鱼肉里面 鱼肉里面 嗯 这个入了底味 这时呢 来点玉米淀粉 嗯 稍稍拍下粉 不要拍得过多 学一下那手法 不要太多 哦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锅里呢 已经做上这个油了 嗯 烧至六成热 咱先把这个鱼炸一下 现在这个 把拍粉的鱼下锅 这个你看这个鱼呢 下锅之后 就因为这个油温比较高 六成热油温 很快呢 就能定型 对 刚才说了这个轻炸还不行 一定要炸透 那一般我们去炸这个鱼的话 都肯定不是让它瘦度完全都熟透了 嗯 可能还会再有烧的过程 是 所以说我不知道大概什么程度 算是这个鱼完全就是炸透了给它 你看呢 本身这个鱼的刀口就比较深 就容易成熟 但是呢这个鱼的体积 你看渐渐这个下锅之后 用勺子搅动的时候 它的身体比较轻盈了 就有点飘起来了是不是 对 有点这种往油起浮这种感觉 所以刚下底的话 这个鱼里面有水分呢 它会往底沉 哦 那可是我们是需要通过时间来判断 炸没炸熟 还是说有什么方法去判断一下 首先呢这个就一次性 给它炸透就可以了 不用复炸 炸至的时间呢 在锅里基本上在四分钟 四分钟 始终要保持六层热的油温 是 你在心里要默数啊 四六二十四 二百四十秒 二百四 好你在心里默数吧 我们看这个鱼啊 感觉它越来越轻盈了 而且呢给它炸到这种金黄的颜色 你看这个色泽 非常的漂亮 你看它尤其刀口那个位置 它都有那个焦边的 有点焦香味道 是咱们再进炸三十秒就可以了 好 三十秒 我还没数完呢 倒数三十秒 来宝贝 三十二十九 心里 在你的心里 做这个鱼不单是要用黄花鱼 它能做 其实我们这个淡血的鲁鱼啊 用草鱼啊鸡鱼啊 鸡鱼啊 其实都是按这种方法都可以来做 家里如果有老人和孩子的话 尽量还是选那种菜比较少 对 选一些海鱼它比较食用 而且汁比较少 海鲁鱼 对 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咱们给它捞起来 哇 超有食欲是不是 好香啊 它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现在咱们开始炒这个汁 帮我把五花肉拿来 好嘞 这是五花肉吗 是 五花肉切丁 要把它那个油脂给它煸出来 没错 你看这个黄花鱼肉质很好 这个也很鲜嫩 但是香味不足 对 所以我们从这个动物脂肪 再处理它的香味 嗯 我有一个问题 嗯 请提问 都说就是那个胡萝的里面有致癌物 然后如果黄鱼炸胡萝还会致癌吗 那当然了 所以说炸啥的不能炸胡 对 金黄色 金黄色刚刚好 五花肉丁这个给它炒到微焦的时候 嗯 放入这个香菇丁跟笋丁 好 在里头慢慢的来煸炒 嗯 炒出香味炒透之后 葱姜蒜沫 这个量要稍稍多一点 嗯 葱姜蒜 葱姜蒜 煸出香味 对 这时呢你看我们通过煸炒 已经这个香味完全溢出来了 咱们用两种酱 来调这个今天这个鱼汁 哦 豆瓣酱 还有一大勺 一大勺的豆瓣酱 要两种酱还有什么呢 泡椒酱 泡椒酱 这种也叫剁椒 像平时剁椒鱼头啊 放个这个 用那种剁椒 来两勺 这样呢小火慢炒 嗯 给它炒出红油 通过煸炒呢 也可以去除这个豆瓣酱的这个生豆瓣味 嗯 出香味了 香味香啊 嗯 但是一看这颜色是不是 特有食欲啊 嗯 我觉得以后应该是直接把这个肉末 连任那个汁 一起遮到鱼身上 其实一会给你揭秘 其实这道菜已经开始简单 其实是两种技法的结合 这时候呢这个炒香之后 也煸出红油了 现在咱们开始调味 来糖 咱既然说是鱼香口味 这离不开糖 对 糖素是一定要有的 三勺糖 料酒 料酒里面含酒精吗 多少有一点点 但是不会吃醉啊 也不影响这个酒鸭 嗯 来一勺醋 来一勺 鸡精 鸡精 提提鲜味 然后呢再来两勺 生抽 让它很浓郁的复合的这种香味 嗯 我觉得以后你在做菜的时候 悠悠可以在旁边做解说了 做解说了 对 完全知道你要干嘛 这个汁呢咱不够欠 咱们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糖 这个能给它熬到这个自然粘稠 嗯 这个汁吃这个鱼非常关键 嗯 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入底味鱼呢 只有淡淡的这种底口 但是这个汁呢一会儿浸入这个鱼肉当中 您想想 这个鱼香浓郁的这种鱼香的味道 好 这个时候呢这个汁呢已经非常的粘稠 嗯 现在大家要 这是什么呀 放了一勺红油 这个红油它有香味 辣味没有那么突出 嗯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请提问 刚才我爸爸说就是把这个泡椒放里面 说要煸炒出红油 现在为什么还要放红油呢 这就不知道了吗 这个红油呢是两种 通过这刚才那煸炒呢 你看这个辣椒酱啊 在油里煸炒它会出一部分 但是呢通过这个汤汁的稀释 这个油呢很少它浮不上来 但最后呢这汁粘稠之后 你看这个红油 在上边这么一放 它会这个浮在这个嵌汁的表面 嗯 一直起到增加光泽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蒸香 哎这个时候呢咱们汁呢已经做好了 嗯 鱼呢已经炸好了 炸好了 开始纸包 好 出现这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了 那纸在哪呢呀 找找吧 纸在这呢 哎 是这个纸吗 对就是这个油纸 我说它在后面刚才鼓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纸啊 对啊 哦那行来刘晓老师 这个纸比较耐热 嗯 哎咱们取一张油纸 一张就够 这是可以买得到的吧 对啊 这个都能买得到 烤个比如烘焙啊点心啊 这个是可以加热的 放在烤箱里啊 或者放在烤盘上 蒸什么都没有问题 你看我这个面前 除了这个一张纸之外 还有这个一个煎锅 这是我们家这个平时吃烤肉的时候 就会经常用到它的 今天呢派上用场了 嗯 那既然做一个新颖的菜 纸包鱼也不能包上了 不像回事 嗯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也不要紧 我就没有家里 家里有这个平底锅吧 有 哎 一会我这个方法包完之后 你可以放在平底锅上面一加热 嗯 就可以了 咱们把刚才 为什么要加热呢 为什么要加热 现在不都凉了吗 你看这个鱼 上边这个还是热的 但是呢 一通过加热这个汁呢 会泄入这个鱼肉的里面 哦 开始包了吗 开始包 焦汁 玩玩吧 嗯 好香啊 有点焦糊的味道 什么叫焦糊啊 焦糊就不对了 焦香 你说的是辣椒是吧 嗯 焦香啊 这个用词不大 汁呢焦在上面 上面呢也是满满的 你看这个肉丁啊 笋丁 这个时候 香葱 这个做法真的很特别啊 现在呢就开始 有点像烤鱼 给它包上 那您说我用锡纸可以吗 锡纸也可以啊 嗯 现在这个铁盘上面 来一点花生油 嗯 现在把这个鱼可以放在上面 这个时候咱们把火 打开 看它会一会儿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变化 它通过加热 嗯 这个汁呢会浸入这个鱼肉当中 嗯 确实啊这个纸包黄花鱼的方法啊 这刘强老师原来可是没有交给过我们 那如果您对这道菜也特别感兴趣的话 但是呢 对里面的一些细节还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没有关系 可以拿出手机 现在就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号里我们会把这刘强老师刚才交给大家的所有的细节啊 放大化的来交给您 好 现在咱们把这个纸给它打开 像打开一个礼物一样 好香啊 嗯 太香浓了 有那个焦香 对 然后加上红油的那个香 会好的 全新的一道这个吃法 纸包黄花鱼 上菜 在青岛呢 在我们家庭当中呢 这海鲜呢是必无可少 对 咱们做一道鱼了 但是这海鲜基本上加常备份 还得有点小海鲜 对小海鲜 嗯 那今天这个也是我 我姑娘这个一个最爱 糖醋三贝柱 你看这个三贝就是从这个里面包出来的肉 其实这个包这个肉也很简单 你看这个刚才洗下去了 这个边呢我们可以炒着吃 可以拌着吃也不浪费 好的 你看我们拿个刀 很容易把这个三贝就取下来了 嗯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背边给它去掉 剩下就是这个三贝柱 哦 只要它中间这一点 对 这个呢我们可以洗干净之后 拌着吃炒着吃都可以三贝柱 扒完之后就变成这样了 好的 给大家宰字一下 那海鲜呢处理好之后 咱们把这个放在一旁 嗯 这个橙子呢我已经炸成这一碗汁 这个橙皮不扔 咱们来腌制这个三贝柱 去腥 去腥 嗯 我们等于废物利用一下 没错 因为我们这鲜的橙皮 它里面的那个汁啊汁水啊 还是很丰富的 是 在这个里面来点盐 来一点胡椒粉 嗯 都得为了去腥又增香 来两勺料酒 先抓住这个橙皮 让这个橙皮这种清香的味道 和这个调料融合在一起 嗯 它会有一种那种橙子的清甜清香的味道 对 现在把这个三贝柱 三贝柱 好大量的三贝柱 时间呢也不一定过长 两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通过咱们这个抓子 这个盐呢胡椒粉呢 和这个橙皮的汁 嗯 已经完全的这个融合在一起 现在呢你看附着在这个三贝上面 给它焯拌均匀了 对 嗯 我现在闻到的都是那种橙皮的那种清香的味道了 一点不腥 嗯 这个两分钟就可以 橙皮给它挑出来 完成它的使命了 是 现在呢咱们腌制完这个三贝之后呢 咱们开始挂护 好 咱们选取这个鸡蛋黄 哦 这个只用蛋黄啊 哎 放蛋黄之后呢 炸出来这个比较饱满 另外呢这个口感呢比较酥脆 嗯 同样这个色泽也好看 嗯 两个蛋黄 好 拌匀 咱这个面前呢有两种粉 一种是生粉 嗯 那就是马铃薯粉 一种是这个玉米淀粉 咱们1比1的比例放入里面 先放入生粉 是不是还要炸呀 对呀 你不喜欢吃炸的吗 就是对症下药了 对 好 来一点水 天然好水 嗯 我们大概要给它和到什么程度呢 好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能够均匀的裹上这个三杯柱 嗯 咱们就大功告成 哎 不能太稀 不能太稠 没错 好 拿起来我们看看这个状态怎么样 嗯 看起来好诱人啊 现在不能吃 看生的就诱人了是不是 这是 宝贝平时比较喜欢吃的这类的口味 唐醋里脊啊 唐醋鱼 好 现在呢这个糊火好之后再开始下锅 炸死 这个油温呢生至六成热 嗯 跟咱们平时下什么唐醋里脊啊 胳膊肉的一样的油温 这个海鲜呢 挂好户之后 现在呢开始下锅 嗯 善备注 对 这不能一大堆一起下去是吧 不能 这还是 一个一个的捋着下 对 给它碾开 下去之后就很快的它就飘起来了 这个也比较容易成熟啊 是 因为海鲜类的嘛 它这个字笔还是比较鲜嫩 嗯 下的时候呢一定这个要贴着这个油面 否则呢下去之后它就 崩出来的油花容易烫到 不能是那种抛物似的 哎 这要这样是不可以的 要这样捋着 贴着油面下 哎 这有方式跟方法 嗯 一立一立着呢它已经定型了 哇塞 嗯 果然啊 你放了那个鸡蛋黄上以后 嗯 它就会蓬松起来 对啊 颜色好看啊 嗯 有点像爆米花 哎 其实这种方法为什么呢 特别实用 嗯 它可以锁住这个海鲜当中的水分 对 要不海鲜呢 你要如果不加这个保护层之后 下油锅很容易就老掉了 对 那我们就在锅里面去庆炸 这个要复炸一次 现在呢定型 我们给它捞出来 要复炸是不是就是要它脆的那个口感 没错 这个带油温呢继续升至六成热 咱们再次复炸一次 嗯 好这个油温呢升至六成热 把这个三倍下锅 嗯 复炸一次 好 这是拨的厉害 对 迅速翻起这个大的油花了 因为它们是高嘛 那这个复炸我们需要时间长吗 这个复炸呢主要是看它的表面 就是这个外皮比较酥脆 嗯 再就是呢炸至这种金黄色 嗯 出来的色格比较好看 好 好 好 放在旁边炸至 咱们开始炒糖树汁 好 这个卤菜呢也其实讲的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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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就是我们这道菜的特别之处 来一勺 再来一点酱油 这个接近老式传统的糖醋汁 只是多了一味这个橙汁 好的 酱油估计是上色的 看刚好那个颜色就有点发红 又不会过深 对 又不会过深 一会儿咱们再稍稍来点薄芡 好 稍等 这个汁马上就好 我们这是双管齐下式的 先举着点 好 马上我说咱俩一配合 咱就开始 看你现在都冒出那个小泡来了 而且越炒那颜色越浓了 对 桃子这种粘稠 有点那个焦糖的感觉 对 来点青豆 来一勺热油 爆汁 来吧 我准备好了 下锅 好 翻炒均匀 使这个糖醋汁能够均匀的 包裹在这个三杯柱上 好 出锅了 就是我姑娘非常喜欢吃这个鸡肉 今天给她做一个也是非常特别的 红花奶汁杏香鸡 这个准备的鸡脯肉 这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今天的料还是非常的丰富 就我光听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这菜很丰富 但并不知道您要做什么 你看这个红花 咱们用这个藏红花泡的水 真正的藏红花 还有这个杏仁 吃起来香香酥酥脆脆的 同时还有这个白巧合力 还有草莓 咱们要做一个夹心版的这种腥香鸡 现在开始切这个鸡肉 好 其实爸爸为什么给你选这个鸡脯肉呢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脂肪 嗯 蛋白质 对 真逢 蛋白质 那你看那个脂肪 上面的黄油 爸爸是不是都给它切掉了 给它切掉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 从这个鸡肉中间 切一下 形成这种蝴蝶片 在视频上看过鱼有这么做做的 你还很喜欢看这种美食类的这种节目啊 是吧 看着馋不馋 也是我们节目的忠粉 忠实粉丝 想爸爸了怎么办 打开电视看一看 爸爸又在给别人做好吃的呢 今天就是他给你做出的补偿 所以他每一道菜都特别的有心 刚才把这鸡排 切成这种蝴蝶片之后 放入这个柠檬片 嗯 同时还有 薄荷 薄荷叶 增加薄荷和这个柠檬的复合的香味 嗯 刚才这个姑娘说的非常对 可以起到去腥 而且增加这个复合的这种香气 嗯 葱姜 啊 葱姜 这薄荷的气味特别的浓郁啊 特别浓郁 嗯 盐 有个底味 这道菜 现在看起来很有东南亚风情 哎 很有感觉吧 对 看这准备这些料还有黄油 对 还有这个炼乳 非常的浓郁 而且这个薄荷的香味 虾 特别特别香 现在呢咱开始这个下一步的操作 好 草莓 草莓放里 草莓片 哦 放完草莓片就这样吗 给它夹上 这个呢我们来给它夹入巧克力 哦 还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两种风情 巧克力给它包上 加心 可是我在想那一会儿 我们在炸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都流出来吗 它会受热以后 它会出很多汤汁啊 你看呢 它马上下一步就很关键了 是要全蛋是不是 是 全蛋 好嘞 你家前姐姐也是专业打蛋 对 二多年 现在 你看 把这个刚才夹形这个鸡排 排粉 哦 我以前见的都是先放鸡蛋再排粉 增加它的粘合力 嗯 再来挂上蛋液 先放在这个杏仁片当中 哦 杏香的嘛对吧 哦 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些这个面积没有粘到这个杏仁 他们用面包糠 茶缺不漏 是 面包糠 饱满的这个杏香鸡排 嗯 就挂好了 确实我们的食材准备的也很丰富 而且我们的馅料也是内有乾坤 嗯 但您说这么多东西 一会儿它要下锅炸的时候 这火候油温把控一定特别重要吧 这个其实是很简单 油温呢 会移过高 万一外面糊了 里面没熟怎么办呀 咱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油温 嗯 爸爸 嗯 你准备的这个煉乳 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看见 这煉乳有什么用的 哎 这个问得好 这个一会儿呢 这有用途 刚才这个红花奶香 自然要有一个汁 这个奶香汁 咱们三下五初二 把这个鸡排已经沾好了 通过腌制啊 夹这个草莓 还有这个巧克力 把这个鸡排做得也非常的饱满 对 现在呢咱们开始下锅 来炸 油温呢生至五成热 嗯 不要太高 因为杏仁片呢 油温太高它又会炸过火 下锅 一点都没崩 这个 你看 如果要是刚才这个杏仁片没有使劲去压 还没猫糠压的话 现在会怎么样 晒晒 哦 满锅都是杏仁片 是不是 通过炸至呢 首先要保证这个鸡排的成熟 这个菜呢不要复杂 嗯 也是一次性给它浸炸成熟 而且油温呢不要这个超高 超高的话这个杏仁片就糊了 里面的肉没熟 另外呢还要把这个水果要炸透 草莓啊 炸软的那种 吃起来这个草莓的香味 草莓汁那种 哎 草莓酱 还有这个巧克力要炸化了 哦 通过这种加热巧克力 就刚才姑娘说的 嗯 它有点像那种芝士 而且吃起来有点爆浆那种感觉 爸爸 嗯 那怎么能才能知道里面鸡排熟是不是熟呢 还是刚才炸鱼一样啊 它的体积这个轻了轻盈了 刚才下锅之后 你看它一下就沉底 嗯 在这个锅底慢慢呢 它往上那种漂浮 说明它要成熟了 它现在还在底上呆着呢 对 你看这个 一会儿它飘起来了 全程用这个小火来慢慢的升温 四分钟的时间呢已经到了 这种鸡排呢已经进家成熟了 它们开始关火 把鸡排呢捞出来 看一看 色泽饱满 金黄色 切一刀 金黄诱人 一会儿一定要切一刀啊 嗯 那爸爸呢先要打一个汁 刚才说红花奶汁 鸡排倒做好了 汁还没做 这时候呢咱们 用刀链乳 打汁 加一分 刚才他心心念的呀 就看着这链乳 你是不是特喜欢这链乳啊 嗯 嗯 我喝奶茶都放脸乳 嗯 锅里呢先放入这个黄油 那放黄油的时候呢 锅那个温度就不能太高了 是吧 对 因为这个黄油燃点太低 慢慢的将这个黄油融化 所以黄油就是特别的香 但是跟鸡排呢还特别的大 嗯 黄油有那种独特的奶香味 是 就不像普通的油 对 渐渐渐融化之后 刚才他说把这个泡好的这个帐红花 帐红花 帐红花这个汁 连同帐红花一同放入锅里 放这个帐红花 我其实是有自己心里的一个用意 有时候这个姑娘打网球 摆到脚 她有时候经常会念到这个腿 这个脚会痛 所以说我在这个菜当中加了一点小心思 加了点香红花 希望能像你说的舒心活血 能够使她这个脚慢慢的缓解 就是活血画衣的效果很好 嗯 慢慢的搅动 放入炼乳 嗯 有点像鸡蛋 马上就变颜色了 你看 搅拌 加了充分的这个和这个帐红花汁 嗯 给它融合在一起 这时候来点水淀粉 勾一点薄芡 好嘞 天啊 慢慢就变成粘稠了 对呀 这在外面怎么可能吃得到 看这个汁金黄诱人 现在呢咱们把鸡排改刀 来吧 今天这个美食大餐还剩最后一道菜 最后一个刚才说这个到青岛这个我们家常便饭要吃海鲜 这个都是小海鲜的都是地产的蛤蜊啊海螺啊还有皮皮虾 还有鸡尾虾还有这个 这个我们叫 我们叫毛鲜 也是鲜的一种 还有这个鼻管 配了几种蔬菜 其实这个里面可以配很多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往里炒什么豆皮啊 还有菌类的啊 或者是这个肉类的 其实都可以往里面放 那您要做什么呢 刚才说麻辣香锅啊 麻辣海鲜香锅 咱们先处理一下 这个沙蟹呢咱们已经提前都去除了 咱们把这个皮皮虾呢 为了这个吃的方便入味 咱把这个 对 两头给它剪掉 取其精华 中间这一段 这样呢入味就比较容易了 然后我们这个虾头虾尾 也可以做个椒盐的是不是 对啊 其实这个 不建议大家吃这个皮皮虾的虾头 重心组 超标 那就虾尾巴呢 虾尾巴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肉了 这样的话 精华全在中间这一段 对 我也想试试 你想试试 你来吧 正好爸爸去干别的 好 你过来给爸爸剪这个 爸爸开始焯水 过油 因为这个有不同的方法来做 两种烹调 一种是焯水 有些素菜要焯水 一种是要过油 咱们现在先把这个素菜先给它焯水 咱们把这个木耳和青笋先给它焯水 分别焯水 好 我们这个木耳跟青笋就简单的 在清水里面焯一下就可以了 焯一下 一分钟 任务完成 任务完成 因为一会儿呢咱们还要这个在锅里来炒 所以说这个焯水一分钟 清水断生 就可以捞出来 还有什么要焯水的吗 现在就开始要把海鲜焯水 海鲜 咱们先来这个 蛤蜊这个比较好熟 就来蛤蜊 这个 蛤蜊和这个橙子咱们一起来 蛤蜊 小锅 一会儿混着吗 没事 它俩可以成熟随之的 今天真正的一大锅 你看这个橙子非常的饱满 这是不是也叫海兔 这个不是 这叫我们这边叫刀鲜 也可以叫小儿鲜 捞出来开口 然后就给它捞出来 好 虾和这个皮皮虾 一会儿油炸 来海螺 大喘气 这海螺要煮至三分钟 煮至海螺的时候时间较长 咱们放一边来煮 咱们开始炸 好嘞 该煮的最后剩一个海螺 蘑菇 还有土豆瓣 下锅 蘑菇也要炸吗 对啊 蘑菇炸完之后 去除它的水分 吃起来更甘香 对 所以你焯水之后 水滴滴你炒完之后 锅里全都是这种汤汁 我们这个 如果要是炸这些蔬菜 做麻辣香锅的话 它油温有控制吗 有要求吗 这个基本上 在五成度的油温就可以 不宜过高 好 你要完全把这个蔬菜当中 水分炸出去也不行 把这个炸至这个 一部分的水分出去就可以了 它还得有点口感 是 好 这个土豆呢 炸到这种金黄色 飘起来了 基本上也就成熟了 好嘞 给它捞出来 土豆炸完之后 开始炸蘑菇 今天这料可真不少 真够足了 好 蘑菇来一半 蘑菇一入油锅之后 应该很快会脱水 通过两种加工的方法 这样炒出来香菇合在一起 味道才是更好的 那我们在炸这个土豆片 还有蘑菇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往上撒淀粉 直接就这样生炸 直接炸就可以 好 这时候蘑菇已经炸差不多了 也不要完全给它炸干 现在油温升起来 咱开始炸海鲜 一起炸吗 对啊 这好多水啊 老板你慢点 这蘑菇加上有菜 墨鱼有水 没事 墨鱼也要一起炸呀 对 这个再少放几个 再放四个 好不好 因为给你大多人装不下了 一股蘿香味 蘿香味是发味的 你爸我都说的不会了 很香的味道 海螺特有的味道 那是什么味 海螺味 统成为海鲜味 是吧 嗯 一定要油温高一点 在里面一触 咱们要倒出来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向后一步催 是 因为下锅之前 要把这个表面的水分 要洗一洗 好 这就几秒钟的时间 刚才真的是 不能炸得过干 炸得过干的话呢 它这水分就没有了 吃起来这个海鲜的鲜味 就保持不住了 好 断生就可以 现在呢 咱们就开始炒 好 油烧热之后 锅里 香叶 来一片香叶 慢慢的炸香 好 这麻辣香锅这个料啊 我们现在就开始炒了 那您说这个海鲜麻辣香锅的料 跟我们平时在爱吗 吃的麻辣香锅料有不同的 好 你知道吗 热 keh出唢 不过 有饭 小伙子 均勒 那 有 不是 叫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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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菜就可以了 有这么一个主菜 对 一家人围着这个 吃这个一锅 这个麻辣海鲜香锅 对 那营养是相当的丰富啊 对吧 有荤有素 而且我们都是高蛋白的 优质蛋白 对 而且这个里面呢 刚才说的 不单纯是来放这个九种原料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在里面 这个蔬菜啊 芋类啊 粉条啊 都可以 好 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出锅了